我是Eva,我今天来霍哥沃兹报道了 那大家都知道来这里的人呢一定要有自己的魔法 所以我也带着我的魔法 那这一期视频呢就带大家一起来逛哈利波特魔法世界 一起体验最新发布的荣耀60 Pro Let's go 走进哈利波特魔法世界 看到屋顶积满雪的城堡 屋檐上还垂着冰锥 神秘时钟的时间加速流逝 我仿佛真的来到了魔法世界 拿出我的第一根魔法杖 让羽毛跟着我的咒语写字 让树根随着我的意念上升 每个房间里似乎都隐藏着魔法秘密 这种感觉真的太奇妙了 那看来我也得开启我的魔法咯 现在我来到了魔法小镇 我要开始展示我的魔法 耶 没看清楚 再来一遍 荣耀60 Pro可以使用隔空手势 你不用碰屏幕 靠手势操作就可以操作录制画面和镜头的变换 比如我张开手掌面向镜头 GAME FILE 手机就会自动开始录制了 而当我手心转向手背 镜头也从前之录像变为后之录像 在双窗模式下翻转手背 两个小窗镜头竟然能同时分开翻转前后镜头 当我手向一侧滑动 就像把右侧的画面拉过去了一样 变成了全屏显示 当我从张开手掌变为握紧拳头 我就被缩小了 变成了画中画 而当我比出OK的手势 手机像是听懂了我的话 可以自动结束录制 这些功能呢 在一个人拍摄vlog的时候还蛮实用的 尤其是如果你带着三脚架 或者自拍杆距离手机较远 你就不用跑过去再切换镜头了 一个手势全告定 那你觉得隔空手势算不算魔法呢 5972自列车站台 是魔法世界的第一个大咖点 穿着魔法袍带着魔法棒 像不像来和我自魔法学校报到的新生呢 如果你来的时间点合适 还能碰到火车站长来视察 可以跟他一起合影哦 那在这里我要向他表演我的魔法 荣耀60 Pro前置摄像头采用了5000万AI超感知镜头 它采用双通道技术 这颗前置5000万AI超感知镜头 可以在拍摄高清视频的同时 保持AI实时超感知能力 后置50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 也非常适合旅行的时候 拍摄风景建筑或者合影 我们也随手拍摄了很多照片 大家一起来 从实际样张来看 后置成像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画面的清晰度很高 后期我再随便加个滤镜调节 妥妥的大片感 前置摄像头自拍的时候 对人物也做了美颜 那这时美颜开到50%的效果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话说跟朋友们一起旅行 拍照的时候不掉链子 随手拍成片率高 也是可以让旅行变得更开心哦 整个魔法世界里最大的建筑 便是可以俯瞰整个公园的 霍格沃兹城堡 在这里你一定要体验 哈利波特的禁忌之旅 只不过呢 你需要一点点耐心 我们现在要排队40分钟 去做哈利波特与禁忌之旅 人人人人人人人 慢慢无记录啊 40分钟后 我们进入到了城堡内部 就像电影中所展示的场景一样 墙壁上的画框里 各位魔法师在真的交代 我们跟随着哈利波特将要在飞天扫书上 亲身来一次飞行训练了 来了来了 我们现在已经坐上这个魔法车了 然后我们要开始飞翔 啊 啊 啊 整个旅程中我们都在飞天扫书上 跟哈利一起飞翔 可以看到蜘蛛网 打人流和射魂怪们又刺激又惊艳 就是我觉得这个禁忌之旅是来哈利波特 一定要打卡的地方非常非常的酷炫 你们觉得怎么样 非常耐 耐色别赞 接下来我们要去喝黄油啤酒 Let's go 果不其然我们现在又开始排队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后面的队有多长 现在就是我前面的队伍 一眼望不到头 大概要排一个小时左右能吃上饭 我们在外面淋了大概40分钟的雨 然后终于从室外的队爬到了室内 然后发现这个才刚刚开始 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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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哈利波特和朋友们经常关顾的三把扫子酒吧 我们点了一些黄油啤酒 来尝尝巫师饮料的味道 终于坐进来了 然后我现在要尝一下我的黄油啤酒 黄油啤酒并不是啤酒 它是奶盖 因为点的热的 然后超级甜 还蛮好喝的很香 好我们的餐到了 四个排骨 四个玉米 四个鸡排 然后还有像胡萝卜丁 还有像薯条 这些小东西 土豆之类的 这一份是多少钱吗 这一份是 这一份是428 大家觉得是贵还是便宜 打在弹幕里 这个鸡排 有没有比我的脸 没有比我的脸大 有 这个猪排腌的还不错 吃饱喝足 现在已经2点53分了 然后我们从早上的10点走到就开始拍拍拍录录录录 然后现在的剩余电量是66% 哇 这个续航能力我表示满意 然后接下来呢 我决定说再打会儿游戏啊 让我们的游戏少年萱萱 进行一个游戏的测试 荣耀60 Pro全球首发了高通骁龙778G Plus 5G移动平台 并对芯片继续优化 可以流畅的运行各种主流的游戏 那实际上手呢打游戏也比较流畅稳定 此外荣耀60系列还支持王者荣耀120Hz高帧率的模式 游戏爱好者们可以关注一下哦 补充完能量继续在城堡里拍拍拍 拿在手里一整天啊 发现荣耀60 Pro的握持感是真的不错 它采用四曲面的设计 屏幕的四个边角过度更加圆润 非常趁手 摸起来呢滑滑溜溜的超舒服 在背面 荣耀60 Pro采用双膜双纹双肚的工艺 看起来还是蛮有层次感 我非常喜欢这个blingbling的配色 它的摄像头部分是一个整体 两个借环也没有单独凸出来 可以增强一体感 那也能看得出这次的设计 前后他们也是用心了 手机界颜值代表 现在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然后我现在拍的地方 其实非常非常的黑 还好有这个屏幕补光 我可以继续录 我现在要去商店给大家去买魔法棒 去给你挑一挑 在奥利凡德魔杖店 可以看到魔法师挑选魔法棒 啊 他选中了我 在教我试了魔法咒语之后 我终于找到了属于我的魔法棒 体验之后呢 就可以去魔法杖里挑选自己喜欢的魔法杖了 当然是需要花钱的 那么我也要开始给你们选礼物了 OK 我已经找到这根属于你们的魔杖了 然后它是哈利波特的魔杖 看看谁会拥有它呢 OK 天已经黑下来了 然后我要拿着给你们的礼物准备回去了 那今天的一天呢 游完了这个魔法世界也体验了荣耀60 Pro 整体的感觉还是非常满意的 然后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就是可以隔空手势来操作 这在我日常拍Vlog的过程当中非常有帮助 会让我的Vlog拍摄更加简单 另外呢再加上它整个的外观颜值 真的手感我到今天拿了一天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还是一个值得推荐给像我一样喜欢拍Vlog 然后喜欢拍视频的姑娘们 当然如果大家觉得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没有在视频里回答到 那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OK 今天的一天就结束了 我是月儿 这里是一爸的科技生活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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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